你给她的乐她自己不能够体会 她非要吃了苦 从中获取了人生的一些所谓的感悟 她才会理解真正的幸福 你现在最关键的是 把你和你女儿之间的矛盾 上升为了主要矛盾 所以她更会跟她近 如果你让他们俩在一块 你退出来 让他们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他们反而会看清楚 自己的感情有什么问题 其实我也没那么封建 我告诉你 待会儿的告白时间 你不是跟你的爱人告白 你是跟你的丈母娘告白 所以你的告白的主要内容 是让她放心 我准备了一个礼物 可以给我准备一下两分钟 你准备一下没关系 千万别是惊吓 去吧 行吧 那么这个宝宝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就掌声欢迎她出来 阿姨到这边 这是 终备了你的礼物 因为我朋友们 他们是东北人 然后我朋友们说了 这就是 结婚 那个所谓的事情 就是很那个 很配啊 所以我就 我想给你个 你这是干什么 你快拿走快拿走 你干什么呀都是 这谁给你说的主意 这我朋友们说的 出的搜主意 那我问你 你知道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代表着什么吗 问他们 我朋友们就是坐在那里 是吧 来来来 让朋友解释一下 因为一直知道 他和这个丈母娘的之间 这个关系不太好 这搜主意是你出的是吧 一起策划出来的 你策划这是什么含义呢 就是邓丽君那首歌嘛 对吧 什么身穿大红凹 然后 左手一只鸡 他拿反了 右手一只鸭 还被这一个旁娃娃 要一呀一点喂 好了好了好了 还好现在没有情流感啊 我告诉你啊 听完这首歌 看了他这朋友 我越发觉得 这小伙子不靠谱了 你想想啊 关其有知其人 他这朋友 首先人是朱明英的歌 他硬说是邓丽君的歌 然后再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是拿那杀好的白条鸡白条鸭 然后送给那个帐母娘做菜吃 这多吓人 有脏有臭的 我觉得是 OK 他一直 一直生气 一直不高兴 如果我让他笑一点 然后让他就是 那种的 开心一点 然后就是 我觉得他还在很努力 有用心 寶宝 真的挺 comforting 你这个策划呢 是很有中国传统风俗的意味的 但是你知道中国还有一句俗话 叫鸡同鸭讲 不知道 知道什么意思么 就是如果你采用了错误的方式 来投其所好的话 会适得其反 先把鸡鸭撤了 你这只鸡 这只鸭招谁惹谁了 你别这么拉了 哇 你要摔摩子上就是摔摩子上 就是摔摩子上 哇 天啊